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幾時通 我是盈盈 HELLO 各位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李歐 手機規格不斷創新升級 那它周邊配備也要跟上才行 那各大廠就推出了無線充電 那同志朋友該如何看待呢 你看喔 最近那個手機配件越來越多 而且手機的螢幕也越來越大 甚至還有一些摺疊螢幕啊 解析度也變高嘛 那5G時代它的傳輸速度也變快 那還有5G的晶片更變得更複雜 那當然在這種情況之下 手機是不是越來越耗電 那問題是你要馬而跑得快 又要馬而不吃草是不可能的嘛 那這手機變得快 就是它功能變多 那你又要它變得輕薄短小 那這個是要求實在太困難了 可是你的電池變得容量是沒有辦法大幅提升 還是小小的情況之下 那這時候充電就顯得相當重要 所以這個快充的技術就因運而生 那而且這快充技術可以應用在各個不同的裝置上面 來我們看一下 你知道快充技術有哪些嗎 包含像這個USBIF 還有提出這個USPD的快充協定 各家廠商都有推出啦 包含像這個晶片大廠高通 它推出的這個Quick Charge 那簡稱是QC 那聯發科是這個Pump Express 那華為推出這個Super Charge 那最厲害的 最為人所熟悉的是OPPO 它所推出這個VOOC的這個閃通協定 但是各種的快充技術最最最重要 最關鍵是什麼 是這個電源管理的這個晶片 這個晶片是最重要的 來我們看一下頁部分 所以你知道我們市場上 大家最熟能生巧 大家完全都是可以就是狼狼上口一句話 就是充電5分鐘通話2小時 對 就是這個講OPPO手機 那這OPPO手機它的快充技術 VOOC的閃充 它必須要搭配它專用的這個插頭 那還有它的這個線 還有它的手機 才能夠達成快充目的 那有多快呢 從0到40%只要10分鐘 而且充完 其實你主要充到這個40%是很快的 10分鐘 那它只要小小充5分鐘 就可以通話2小時 其實是綽綽有餘 尤其是我們在捷運站 它常常會有這個臨時沒有電的情況 捷運站不是有那個一個快充 充電的一個插頭 充電服務 這時候如果你是一個快充的插頭 那插上去只要10分鐘 其實電就是已經充了40% 就是綽綽有餘很方便 可是如果你是原來的一般的充電系統 可能要充個1小時充個半小時 哇等老半天 有東西就沒那麼高 對可是你看喔 做這個相關晶片廠商 包含像聯發科 他除了有這個5G的晶片以外 還有這個快充的IC 包含像偽全電碼 通家 那包含像最近還在底部的昂寶 那玉創包含像這個天玉 相關的技術都是這個 這個無限充 這個快充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看一下 除了這個快充以外 這個充電 另外一個未來趨勢 就是無限充電 那有限的要充得快 無限的要能夠支援多個不同的裝置 比如說像這個最新的這個AirPower 是 蘋果這個充電板 那一個充電板上面 可以同時放好幾種不同的裝置 可以同時支援不同裝置 同時充電 這是他厲害的地方 那包含接下來 包含像小米華為 OPPO三星 買油具等等的 各家的廠商陸陸續續 他所推出來的新的手機 都會陸續搭載這個無限充電板 所以這個周邊的商機會越來越行 那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那你看喔 蘋果他最近期不是要退出這個AirPods 2 就是這個耳機 我們右上方看到這個耳機 那你看這個耳機 你覺得說這個無限的藍牙耳機 那上面有一個盒子 既然這個耳機他是無限藍牙 那他的充電呢 就是要靠這個充電盒 充電盒 大家也可以放到這個充電板上面充 那你看喔 這一個充電 那無限藍牙的耳機多少錢 就要大概6000塊 大概是美金200塊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AirPower 這個充電板大概多少錢 大概是6000塊 所以買耳機 整組就要12000了 買手機的這個充電板 跟這個買耳機 是一模一樣的價錢 這很誇張 那我們看一下 所以這是未來的趨勢 因為既然連蘋果 他都要做這一塊 無限充電 那當然無限充電的這個IC 也是顯得相當重要嗎 包含像這個盛群啊 宣德 新唐 那零通 那包含像這個 最近很強勢的這個連艙 也是底部突然拉兩個人 然後迅捷也是一樣嗎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零通 就是我們右手邊看到這個圖 其實也是底部 剛剛起漲要往上 那當然 整個族群的股票 包含像宣德盛群 其實是漲比較多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說像這些還在底部 剛剛要起漲的股票 好我們看一下頁部分 那台北股市呢 什麼看台北股市現階段 其實我們一直強調 這張圖是都沒有改變的 就是說目前台北股市 左手邊 10月11號 強空缺口嗎 那一天大跌660點 那我們看到 這個右手邊的部分 就是 年線跟半年線的地方嗎 那這個地方 年線跟半年線是往下滑的 所以這個地方就形成一個 三角形連線的一個 一個點嗎 那這個就是神秘三角洲 那這個地方 盤就會在這個地方 上上下下來來回回 那就是出現一個震盪整理盤 那震盪整理盤呢 就會有一些標股 陸陸續續跑出來 那如果說你要突破這個 這個三角形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成這樣明顯放大 至少要放大到1400億 甚至1500億 才可以很明顯的突破這個 三角形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是 簡單講 就是量能不出 就震盪盤整 就記住 那如果量能如果出現了 那帶量 那這個上面的高點就會突破了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 做一個參考囉 是 謝謝利友的分析 更多盤中即時消息 歡迎加入利友 股民當家的賴群組 帳號搜尋 想要說HCD536J 或是用手機掃描QR Code 就可以加入囉 那財經指示 我們下次見 掰掰